好,6吋的 這是最近的新機種SWIFT CAN 4S 然後今天要搭配的是HTC的U11E加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架機 基本上就是先把它夾上去以後 做一個底部的確認跟貼起馬達軸的動作 然後去確認說不會掉就OK了 然後我們在開機的時候 因為它會嚴重的導向其中一邊 所以說要去先做一個基本的水平調配 那就是這裡有一個螺絲孔 這裡 轉開了以後 這根橫桿軸是可以拉動的 我們要先拉到一個基本的物理水平平衡的狀態下 然後把它鎖緊 鎖緊以後要去確認說桿子是不能動的 如果可以動的話要記得去檢查一下螺絲這邊 那好了以後就可以長按這個開機鈕做啟動 長按到馬達出力以後放開機可以 然後呢我們由於它是可以搭配APP去拍攝的 我們首先就是先打開它的藍芽 藍芽打開了以後去找它的APP 這裡 這一款 點擊進去了以後它會去做一個配對的模式 配對好了以後現在是搜尋狀態 配對好了以後會出現藍色的勾勾 這個點進去即可啟動它的拍攝模式 那去確認說有沒有連線到的話就是去做輪印輪套看看就可以了 輪印 輪套 那輪印的順暢度這一些會因為機種的關係而影響 基本上現在比較順暢的是iPhone系列的7810這幾支比較新的手機 那安卓的手機的話就是要測試看看才會知道 不見得每一支的情況都會不一樣 那再來呢 如果有連線的APP以後就會啟動它的拍照錄影模式 像是這邊單集一下是拍照 單集 拍照 它就存在這邊了 那假如說你是雙集的話 雙集啟動是它的錄影模式 錄影期間單集還是拍照 錄影停止的話就在雙集就可以結束了 OK 那接下來講一下它的基本模式 它的基本模式分為四種 第一種我們剛開機的狀態下是半鎖定的 上下鎖定 左右跟隨 在雙集 模式鍵的話 會變成全跟隨的功能 上下左右都跟隨 三連擊 會變成上下鎖定 左右也鎖定的全鎖定的模式 再來四連擊 一樣 它是一個全跟隨的模式 只是多了一個破水平的功能 在其他的模式下 你的畫面是沒辦法去做破水平的這個模式 所以只有按四下才會啟動這個破水平的模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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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